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请师父骂一骂我 指导我一下吗 像你今天问的这些问题 包括你现在讲话的这种样子 那就是说明你现在哥们脑子里没有一个对这个事物真正的理解 对这个人生苦空无常真正的理解 你明白了吗 明白 你现在对什么事情都 哦 好不好 哦 不好了 哦 怎么样怎么样 明白吗 你现在对这个事情 对世界上很多东西 首先你要理解 不是 佛陀早就讲过了 佛陀早就讲过了 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应该怎么样正确对待 正确对待就是如理如法 如理如法就是有智慧 你看你现在讲话 你说你有智慧吗 你告诉我 是 我的地址最近就没有智慧 好啦 没智慧 而且你自己自己杂念太多才会没智慧的呀 哦 好 看师父开始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嗯 那师父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这种状况我要怎么去去调节 像 如果说像看白博佛法的话 会不会有改善那样子 当然会啊 你看了没看啊 有看 但最近也懈怠了 地址探 好了 好了 还要讲毛病找到了不啦 找到了 找到了 嗯 那 师父我想请问就是说 像白博佛法我们在看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 我们用冷静的那个想法 不太敢去去判断说 白博佛法里面所讲的这个这几段 是不是就像如同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子 那怕会说这样子去想象去解释的话 会不如理不如发生的行为发生 会啊 那情况我们该怎么说 你解答错了 你就麻烦就来了 你不解答错你没麻烦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但是我们不懂 但是我们这里面不懂这个治理行间 这些师父你所说的这些 白沃波法里面的治理行间的意思 那你就听我的 听我的录音 听我的白沃波法的现在的录音 不要去看 听不懂的不要去解释 也比乱解释好 明白了吗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个法律 你不懂的你乱解释的话 还会误导别人 你说我不懂这段东西我就不解释 你就没罪 你今天乱解释了 人家做错了 根据你解释的法律去做了 你就犯法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吧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好师父 那 地址目前没有什么问题而已 快一点 你可以写信过来 好吧 好的 你直接写给 直接写给那个 写到秘书处 然后要转那个 转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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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秘书 接收就可以了 好吧 好 好的 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像我们这样 写信的话 因为我同修也有就是说 也会写信一些梦境的一些分享 就是询问东方才秘书处 但是因为他说 这些都是师父您去做个开示解释的梦境的解说 这样子 那我是说 可是那个回信的上面没有说 注明说是师父开示 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 也会在讨论这部分说 他回应的 如果他问了师父了 他讲写出来的 他一定 他梦他不敢乱写的 好 没有几个人敢乱写的 因为礼拜一 师父总是在异梦当中 就是在礼拜一在回答大家的问题的 一般的都是应该说师父回答 明白吗 没有几个人 自己可以异梦的 我们这里 有几个人 只说字话异梦的也有的 但是很少 一两个吧 他们还要好好教育他们才对呢 好吧 是是是 感恩师父 谢谢 好 师父打通您的电话之后 听到您的声音 我就很有心声了 不要懈怠 懈怠是没有出路的 我告诉你 就像一个人一样 你每天要 要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呀 明白了吗 嗯 是是 明白了 好 再见 好 感恩师父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你好师父 你好 你好师父 你好 我问一下 我家 我就上次打电话忘记问了 那个 家里那个被火烧了 另外一个房间的佛台 就熊黑了 我想问一下 那个佛萨 和那个佛具 还能继续用吗 你一定做了不努力 不努法的事情了 你心中应该很清楚的 像这种情况 我告诉你 有人 有人在佛台边上 做那些夫妻之事 或者怎么样 都会有这种情况的 这个事情没有 你没有吗 其他的老自己查呀 听得懂啊 就是我老公 就是我上次说 我老公 因为我在俄里加大宝宝 我老公会帮我上枪 但是他是赌博打麻将的 他有时候上枪 好嘞 我担心这个师父 好嘞 我担心他会 他会上枪 他会求菩萨 让他逃走 保佑他什么 保佑他能够能够能够赌博赌了好一点 我估计他会这样 有一次我会问他 他女士上了枪 他打卷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 你今天上了枪打卷了 他说是 我就说 我说 他说你走了以后 我就上了枪 他这样说 我说你又不磕头 他说你知道我不磕头啊 他这样说 他说你想让他念经 让他听百话说话 他就不听 他就说是造音 他就不听 没办法度不了 你想想看 你度不了他 他在佛台上 不知道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你说的话 护法生会容忍他不呢 想一想就知道了 所以家里 家里佛台 烧掉这种情况 都是因为不努力不努反啊 这个没办法的 所以你去愿 去愿以后要当心点了 以后不让他放 但是我不让他放 我不去打哈 不去装强球 他跑火 随他了 随他了 没办法 那个佛台是没有烧到 但是那个房间被烟熊黑了 我还能继续 这个购码 就是佛大像 和佛具啊 这些 可以 熊黑了 但是我 我把它都擦干净了 我还没不敢吃 我还问一下你 可以的 问一下师傅 可以的 可以继续用是吧 嗯嗯 哦 好好 讲事实 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 哎哟 好激动的 omay 我就问一下这个吧 就是我一天念经 念大碗 有时候念了 啪乐的 就像睡早了 这个 不替的念 谷致 这遇眼了 早上去的坐 哈 有效果吧 有效果 哦 好好好 讲了师傅 讲了师傅 我们那些佛具水碑 都可以继续用哈 对 可以用 嗯 好好好,師傅感恩師傅,非常感恩,非常感恩 好好好,我可打擾了 好,好,再見 師傅再見 喂,你好 哈嘍 哈嘍,你好 哈嘍,你好,講吧 哈嘍,多人看圖城那個,哈嘍,這個王人 是從愛情罪經驗給他小王子 他曾經起運了830小王子 其他的要讀得,也有讀完,就要給人家不要把剩下的小王子再玩,才打 是啊,要最好念完啊,不念完不行的 哦,要讀完他的啦 啊 要讀完他的啦 對對對 哦,明白 太白,如果我們去查過 上有那個小書,好像那種書果之類的,要不要給他熟掉呢 你說什麼 沒有,士兵啊,有炒過的時候 那個荷木炭有那個小書,或者那個菜之類 以前加他的時候,他在上面發點蔬菜 嗯 要不要熟掉了,才打得懂 呃,可以放著,也可以拿掉 拿著比較好還是什麼 拿掉的話沒關係的,給他念,念心經,跟他講一下就可以了 哦,士兵在哪裏呢,家裏面還說單獨念 哦,士兵在哪裏呢,家裏面還說單獨念 啊 要,要,要,要單獨念吧 嗯 在哪裏呢,在墳塞那裏呢,還是回家才對 你,如果你到墳上去,你就心裡念 如果在家裏,就家裏直接報他名字跟他講 我在你的墳上,要把一些什麼小樹砍掉啦 請你多多原諒啦 就這樣 哦,那種蔬菜之類的,以前叫他做飯 他,那個,當初放下去的,放下去的 啊,沒關係的,這樣沒關係的,好吧 嗯,那種,要除掉也沒關係啊 什麼叫要除掉也沒關係啊 什麼東西啊 沒有,如果沒有除掉也沒關係嘛 他前提上了一下 嗯 可以的,沒問題的,好啦 你問的這些都是,不是問題的問題啊,好吧 好 好,好 他打算哦 他吃兩遍兩遍 你現在要記住了,你不能再開玩笑了 嗯 你,而且有佛有在的時候,你最大的問題 那天我幫你看了圖騰 師父,菩薩就是明確的告訴我 就說,你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佛有,有女的,一來 你馬上就骨頭輕的,不停的講笑話 所有的護法生,把你這些講的不如理不如法的笑話 全部給你登記上了 哦 你不能再講任何亂七八糟的笑話了 你會留所功德非常大 明白了嗎 你不要開玩笑,我告訴你 我跟你講的話,你不要開玩笑 你等到哪一天 你等到哪一天,你不是一 你不是什麼傷風感冒你就麻煩了 哦,明白 好啦,我已經跟你講了 師父已經 已經幫了你好幾次了 幫你好幾次解脫了 嗯 你在不好好當心的話 你就,你就至少苦吃吧 好啦 好,明白 對 要穩扎穩扎,要穩重一點 尤其看見異性,你千萬不能憲哥哥的 我告訴你 好啦 好,明白 好,再見 拜拜 拜拜 喂,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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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好 哎,師父好 收音機關掉,收音機關掉 嗯 講吧 師父好 嗯 感恩關心,我想感恩師父 嗯 嗯 嗯 師父,想問一下,如果修持六度裡面的成定 定能定的下來了,是不是隨著能量也會變強大呢,師父 那肯定的,定能生慧,有智慧的人就有能量啊 嗯,好,感恩師父 嗯,還有一個問題,師父,就是如果了卻成員跟那個廣結善緣怎麼去平衡呀 了卻成員就是你,這輩子應該欠人家的感情啦 欠人家的不好的東西啊,叫了卻成員,沒了,就叫了卻成員 明白了嗎 我不想在這個感情問題再延續下去了 我不想再糾纏了,我看穿了,這個事情到底都是沒有的 那麼叫了卻成員,對不對啊 廣東善緣,這叫什麼善緣啊 善緣就是叫你去救人,叫你去讓人家學佛 不是叫你去談感情的,聽不懂啊 哦,知道了,感恩師父 好啦 嗯,嗯,師父,如果那個房間裡有那個小牆眾生 然後師兄想拿出法布施的百分之十功德用於祈求他們離開 然後如果他們還沒走,是不是說明這位師兄沒啥功德呀 你拿出功德,他們沒走 你說說看,靠你叫他們走,他們會走嗎 哦,不 有沒有搞錯啊,他有沒有搞錯啊,你要求菩薩的啊 哦 你拿出功德也是跟菩薩講的,觀世音菩薩我拿出百分之多少 我問你,你要叫觀世音菩薩出面的話,那些靈性會走嗎 哦,會 那他自己拿出百分之十的功德,你說人家會走嗎 哦,不會 好了,聽不懂啊 哦,知道了 有菩薩不求,還靠自己呢 你拿了百分之一百的功德,人家都不一定走,還把你命拉走呢 哦,對不起師父 聽懂了嗎 嗯,聽懂了 嗯 嗯,那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師父,嗯 嗯,今世所受的福報形式,是不是跟前世所修持的六度形式,是就是相對應的呀 基本上 基本上 不是全部的,應該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吧 哦,好的,嗯,感恩師父 嗯,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師父之前,開始那個班特比丘的故事,然後感覺挺精彩的,然後就想知道,如果平時的話,也念誦那種寄語的話,會不會對於開啟自己的悟性,利於佛果的修成有幫助呀 我問你,寄語重要還是經文重要啦 經文重要 你連經都念不好,你還念寄語啊,那寄語是因為很多每個人的個案的呀,那這個經文是大家都應該好好學的呀,聽得懂嗎 嗯,聽得懂了 哎,這種,你們這種孩子們就是,哎呦,哎呦,這個好,哎呦,趕快去吃這個藥,啊,這個好,吃這個藥,維他命C補的好,再補維他命C,維他命D好,再補維他命D 你ABCD全部補進去好了,還有維他命YC的呢 嗯,對不起,師傅,這可要好好念經 嗯,師傅還有一個夢境,就是有一位師兄他夢到自己要被送到希臘去,然後夢境中顯示到了希臘後會過富足快樂的生活 然後師兄夢裡就對要送他去希臘的人說,自己是帶著使命來的,將來是一定會出家的,現在還不能被送去希臘 再後來夢境中出現了一個時鐘,然後請師傅慈悲解夢 這還不懂啊 嗯,他有可能過去古希臘他有一世在那裡的呀 哦,這樣 他現在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了,知道你的前世你不能去追隨的呀 哦 明白了嗎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好,感謝師傅 然後師傅還有一個夢境,就是有一位師兄夢見他在機場 給一個老師兄買飛機跳 然後老師兄在外面坐著等著 然後他就跟工作人員說買個臥鋪,要靠近廁所的 老人行動不太方便 然後工作人員在操作電腦說要輸入密碼 然後師兄就不知道密碼,就出去問老師兄 老師兄跟這位師兄說回到購票那裡 跟工作人員說好像是18451 然後這是老師兄的弟子證碼 然後工作人員就說這個密碼在電腦裡存著,是對的 然後工作人員就告訴師兄說已經給定好了 坐牌號是21號,靠近閣樓上下出入方便 在夢裡師兄還納悶怎麼靠近閣樓呢 飛機上還有閣樓嗎 然後這個老師兄最近在念禮佛求菩薩把蓮花種上去 請師父慈悲開示,老師兄蓮花是否上去了 肯定上去了呀,已經有位置了呀 好,感恩師父 然後還有一個夢境,對不起 然後師兄夢見和先生一起在馬路走 然後這時跑出一個孩子拿著照相機對著他們拍照 然後師兄本能用手中的東西擋住 這時再回頭看見先生不見了 這個時候師兄就喊醒了 然後師兄目前正在超度打胎的孩子 先生今年三太歲 當晚師兄還夢見一件白衣服掛在樑台上說 是師兄的,感恩師父 請問他的孩子是否被超度走了 這個孩子已經念了一千多張小房子了 應該這個先生跟這個孩子有緣分的 有 這個孩子走了之後 這個孩子現在應該是走了呀 走了 因為那個就是 之前開始說這個孩子是不放過他先生 是來鎖命的 你看看 你看了嗎,講了對不對呀 你看看他如果要走了 他現在人不見了 也就是說真正的離開 他可以離開他媽媽 就離開這個女的 但是真正的他要走 他老公死了 他這個靈性才跑掉呢 現在他老婆可以把他念掉 但是他不會放過他老公啊 因為很多男人 是跟女人講 把他打掉 女人才去打掉的呀 哦 那這個夢就是那個孩子其實超度走了是吧 這樣子 離開媽媽 就是離開那個女的了 但是不會放過那個男的 你看那個男的失蹤了吧 那就好像得繼續念是吧 沒辦法 就要老公自己念的 不是他老婆念的 哦 行好 知道了 他老公不念嘛 他老公哪一天 失蹤了嘛 這個孩子就走掉了 還是要抱的 抱的輕一點 抱的重一點的問題 哦 行好 那我讓師兄聽錄音 師父可以做一個分享嗎 講吧 感恩菩薩感恩諸佛隆天護法菩薩感恩師父 讀一個同修的分享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 恳請觀世音菩薩慈悲 隆聽護法菩薩慈悲原諒 請師父慈悲指證 同修今年二十九歲 正逢三六九 在四月中旬做了一個夢 夢到有聲音說趕緊保命 夢裡顯化了他車禍景象 師父解夢說要時時刻刻念經 消災解節奏不能停 同修修學禁令法門五年多 菩薩幫助化解了大大小小的栽結 同修在海外讀書 沒有多餘的錢 也不方便放生 一位師兄知道後 主動先幫他再放生 一次性放生了一千條魚 然後提醒同修要重視這個夢 許願相同歲數的小房子數量 求菩薩化解栽結 同修母親也修學心靈法門 同修母親也夢到說女兒有難 並提醒讓他好好念經 可以幫助他女兒 母親幫助他女兒每天送小房子 父親也陪母親經常去幫他放生 感恩觀世音菩薩 菩薩慈悲加持同修 順利助援新加坡法會 並做義工 法會期間母親看同修首相說 同修首相顯示今年有生命栽結 一定要好好念經 菩薩保佑才能度過 法會回來後的兩天 同修心慌 腦袋發懵 老是害怕 害怕自己一個人出門 害怕自己過馬路 怕一個不留神就被撞車 怕自己出事 他在自己佛台前想 自己這種情況 如果能得到師父的加持就好了 菩薩真的很慈悲 當晚就神奇地被師父慈悲加持 得師父加持後 同修心不光了 意識也開始清楚了 感恩觀世音菩薩 感恩師父 同時同修韩順利助援布里斯文法會 法會回來後 同修做了個夢 夢到自己躺著被推上火炕 火坑像火葬似的 意念裡還擔心被燒會很疼 但是腳被燒的時候沒有痛的感覺 然後就很放心的被火燒整個身體 看著自己的身子被火燒化 同修醒來感恩觀世音菩薩慈悲 順利度過生死災節 師父常講夢裡提醒有難 三個月內要特別注意 這個夢就上個夢 正好兩個多月 而且同修做了這個夢後 腦子開始清楚 不像之前腦子糊裡糊塗的 感恩觀世音菩薩 感恩師父 感恩師兄們的幫助 度過此生死關節 如果不是菩薩慈悲夢裡點話 如果沒有師兄們的幫助 生命的無常以及未知的意外 不知道哪個先來 感恩菩薩慈悲感恩師父 感恩這麼好的佛法 可以幫助我們遇難成祥 感恩師父 感恩師父非常完了 感恩菩薩感恩師父 乖乖的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每一天都會面臨的一些 煩惱和困難和困苦 就是靠著觀世音菩薩 我們才能堅強的活下來 聽得懂了嗎 嗯 聽得懂了 感恩師父感恩菩薩 我們自己的業障 自己背 幫師父 對不起師父還有 對不起師父 還有一個夢 最後一個夢 一個女師兄做了一個夢 夢裡有個男的 問他會不會開飛機 然後感覺這位男是像年輕的 不戴胡子的南京菩薩 然後師兄說會 然後他就給女師兄弄來 一架直升機裝起來 還是雙台座的 然後師兄的右邊座位 先坐了一個女的 年齡不大 好像是他閨女 又好像不是 他經過的地方 好像有大海 在夢裡 師兄說他先走試試 真的大海就在他腳底下 如履平地 他說真好沒問題了 師兄就問 那個人說如果沒有油了 飛機掉海裡咋辦 他說不會的 就是掉到海裡 也會有人來救你的 然後夢境一轉 在他老家 他開著飛機 帶著閨女出發 老爸老媽在門口 白手送她和閨女 請問師父 這個夢境是不是 表示這個女同修的境界 有所提升了呀 是的 已經已經境界已經高了 高很多了 好 感恩師父 師父能想說你 那個 開示我幾句 你乖一點呢 像你這個孩子呢 第一呢 就是考慮問題太多 很容易得憂鬱症的 聽得懂嗎 對 之前師父有說過 一段時間就憂鬱的 你自己要記住了 世界上 只要你信得成 你就不會憂鬱 因為我們完全相信 觀世音菩薩 對不對啊 只要你相信自己 是個好人 嗯 不做壞事 你怕什麼 就像你在馬路上 看見警察 你怕什麼 你壞人才怕警察呢 好人怕什麼警察 對不對啊 對 就這個道理 明白嗎 明白了 好好的 好好的改變自己 不要太 不要太患德患失 這是你的毛病 哦好好好 知道了 感恩師父感恩菩薩 我們自己 要讓自己悲 不讓師父悲 好再見 師父您保重身體 感恩 喂你好 喂師父好 唉 弟子跟師父請啊 謝謝 師父我幫同修問 問幾個問題 他們自己的業障自己悲 不讓師父悲 嗯 就是請問同修的家人 他不信佛 他養了一隻貓 然後同修問到這個貓身上 有一個小孩子的靈性 請問師父該怎麼辦 超度呀 嗯 唸給誰呢 唸給他家裡的房子的藥精者呀 哦 好的 你又不能說唸給貓的孩子了 對 呵呵 因為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修會 家裡人身上的孩子 對呀 你只能說房子的藥精者呀 好的好的 好的感恩師父 還有就是小福臺的問題 就是小福臺可以上三隻香嗎 可以 嗯 那師父也說過整理佛臺 最好不要超過晚上十二點 那麼晚上十二點之後 可以擦小福臺上掉下來的香灰嗎 可以 都可以 嗯 那晚上十點之後 十二點之後就是不要再去動香爐啊 不要去動了 杯子啊 嗯 聽得懂嗎 就是大福臺上 小福臺沒有關係的 對 沒關係 嗯 那晚上十點之後 繼續上香到十二點 小福臺可以嗎 可以 都可以 哦 好的感恩師父 還有就是請問師父 遇見天三十三天上面也有廟嗎 它不是叫廟啊 嗯 它是你心中想什麼它就出來什麼呀 嗯 你比方說你想我要有個廟 然後我在裡面念經你就一個廟出來的呀 嗯 聽得懂了啊 聽得懂 嗯 到色界天了呀 嗯 它本身天上就是一種想像力呀 嗯 你比方說幻化世界 我們說西方極樂世界就是阿彌陀佛的幻化出來的一個世界呀 嗯 嗯 好的 嗯 知道了感恩師父 嗯 還有就是同修夢到香 雪地裡燃燒 但是滅了 剩下了半截 是什麼意思這個夢 那這個 它的陰氣太重 它雖然燒香 但是菩薩也救不了它 哦 陰氣太重聽不懂啊 哦 血就代表陰氣呀 哦 對對很涼 嗯 好的 好感恩師父 還有就是同修想問 他在院子裡面蓋房子 院子的大門與房子的大門是在一條直線上的 這樣好不好 院子的大門和什麼 和它那個房子的大門是在一條直線上的 啊 一條直線上的 嗯 這樣好嗎 一般的 嗯 不是太好 但是也可以過得去 哦 好的好的 反正師父 還有就是 同修夢到在上香 看見是一顆大的植物在慢慢燃燒 還打圈了 但沒有火花 就是和上香時一樣只冒煙 同修去用水把植物浇滅了 燃燒了是吧 嗯 對 他夢見他在上香 但是實際上是一顆很大的植物在慢慢燃燒 還打圈了 明白了明白了 後來他把這個植物浇滅了 明白了明白了 他已經碰到外境的環境對他不好了 對他學佛不好了 哦 嗯 有人搞他了 嗯 好的好的 好的 那他要多念念消災幾張成舟姐姐咒這些對嗎 對 好的好的 感恩師父 嗯 還有就是 嗯 嗯 同修想問他 還是要念多少遍禮佛給孩子 幾遍 幾遍 好的 那師父慈悲開始 還有就是 嗯 同修 男同修最近在祈求姻緣 夢到一個香爐裡面有三支香 中間的香打卷了 同修在夢裡就祈求菩薩保佑 能夠找到一個悉尼訪門的女師兄結婚 然後打卷的香灰落了下來 他想請問是什麼含義 這個是夢 夢中 嗯 夢中的話就是說明 他可能會找到一個吧 嗯 嗯 打卷了然後香灰 嗯 但是必須清修啊 嗯 好的好的 好 那師父 還有就是同修夢到觀音堂有一位師兄 將一卷廁所用的白色衛生紙 高高掛在觀音堂的門口外正上方 別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也不吭聲 堅持要這樣做 請師父解夢 把一個 衛生紙掛在哪裡啊 觀音堂的門口外正上方 啊 明白了 嗯 不如理不如法 他有 有些水果是供過的 他就供上去 哦 水果 好的好的 改師父慈悲開始 嗯 就是還有師父最近開始 小房子的抬頭和落款要用黑筆寫 不要用藍筆 那同修之前念了很多自成小房子 都是用藍筆寫的落款 啊 這沒辦法了 沒關係了 下次注意 等一下嘛 啊 下次下次注意了 哦 這個就這樣 哦好的好的 感恩師父 嗯 還有同修許願不協疑 但夢裡多次犯協疑 夢考沒考過 他想求觀世音菩薩暂停 夢考 等境界高了再考 這樣可以嗎 不可以的 夢考不是你的問題啊 夢考是會把人 他隨機應考的 他根據 地府的時間呢 天上的時間呢 嗯 他到了這個時程 他就來夢考你了 嗯 哦 那他老是考不過 老是考不過 就明意識當中還是協疑啊 嗯 不要下流們就好了 不要老看那些 不應該看的那個片子們就好了 嗯 好的 好的 嗯 還有就是同修原來燒送小房子用的一個小桌子 現在不用了 想把這個桌子做其他的用處 但是這個桌子以前一直都是用來燒小房子的 是不是氣場不好 不要再用了呢 應該的 應該的 不要去用這種桌子啊吃飯啊 不要不要太大了 好吧 好的 大家的作用不能用了 嗯嗯嗯 好 感恩師傅 還有就是師傅開示過壞下來的佛台布不能作為拜殿套 不然原來菩薩的地方被人跪著不恭敬 同修請問他用這個布可以做磕頭時墊在頭部的布嗎 本來幹嘛的 本來是在佛台佛台布 那應該可以的 嗯嗯 沒有碰到過地板的布都可以 哦 好 嗯 同修和男朋友是異國戀 經常爭吵 同修給了男朋友錢去投資 男友說賺到錢了之後 賺到錢了 但是就是不還給同修 同修許願如果拿到錢 用百分之五十做功德 有一天同修求菩薩點化 是不是可以嗎 他接著夢到他和男友及家人在一大片稻田中的路上走 旁邊的稻谷已經收割了 只剩下稻草 一年中想要是有一塊地是我的就好了 他想請師父解夢他男朋友是不是騙他了 騙不騙我不知道 嗯 反正沒有現實實踐的問題都有騙的可能性在裡面 哦 聽得懂我意思嗎 嗯 很多事情沒有到現實當中讓你做到或者看到或者得到 嗯 那裡面肯定有騙的成分在裡面 好的 因為他也他他夢到那個稻谷收割了就只剩下稻草 他這個夢的話也也不能顯示出他是不是被他求他求菩薩點化的事情對不對 應該如果他夢中睡覺之前的確想這個問題的就是了 就是稻谷收割了只剩下稻草 對啊 收割掉了呀 這是真下稻草了你有什麼了 什麼都沒了 嗯 哦 好好好 感恩師傅 還有就是 然後余老闆那裡把自己的鞋子和被子拿回來 那麼幫余老闆背了呀 這還不懂啊 哦 哦 好的 哦 哦 對 師父師父說過亡人和退轉同修的佛台都不好再結緣了 因為氣場已經不對了 請問是不是包括佛台上的菩薩像和佛具都在內都最好不要結緣 就是亡人和退轉 哦 好的 感恩師父慈悲開始 呃 還有就是同修夢裡有兩個鬼差 下面的一個房間 其中一個鬼差對同修說 我快要升職了 我走後你就去接替我的職位 同修同意了 也不害怕 但旁邊有個人對鬼差說 這個做夢人只是裝死的 為啥把他也拉下來 請師父解夢 這個做夢人是什麼 是我們同修 他被兩個鬼差 不是啊 你就講夢呀 叫你在回憶夢呀 我又不要你做解釋了 然後其中一個鬼差對咱們同修說 說他快要升職 這個鬼差走之後呢 就讓這個同修接替這個鬼差的職位 然後同修同意了 然後旁邊有另外一個鬼差對我們同修說 說這個同修只是裝死的 為什麼把他也拉下來了 嗯 就不應該死的呀 嗯 那是這個同修有什麼 有麻煩了 他肯定有麻煩了 嗯 那他要 他肯定是求過神了 他求神了 求神仙了保佑了 求神 嗯 有點走遍了 嗯 好 那現實中同修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是現實中同修的二舅 開公司用同修的名字註冊 法人的名字是同修 然後同修就夢到這個舅舅呢 把同修的銀行卡剪成了三半 其中一半卡上印著牛的圖案 請問師傅是什麼意思 把什麼卡剪成三半 把同修的銀行卡 哦 應該牛的 好了 被人家騙錢了 騙財了 牛還不懂啊 吹牛呀 哦 嗯 就是用這個同修名字註冊的一個公司 反而是同修 然後就這個同修被他那個就是騙了 對嗎 我不能這麼說 反正裡面有成分在裡面的 聽不懂 哦 好的好的 該師傅準備開始 嗯 同修以前不懂 他在廟裡許願給當時生病的婆婆折寿十年 學心靈法門後知道不能這樣 他現在想許願念誦十萬遍 聖武亮寿決定光明王陀羅尼來嚴寿 他想問這樣可以嗎 放生還要 哦 那他可以許願十萬遍嗎 師傅 念經 但念經不會不會還給你的 哦 要搭配大量放生 搭配大量放生的 好的好的 趕師傅慈悲開始 還有就是在佛菩薩的涅槃日 同修們會在群裡發一些讚叹的話 比方說公寅佛祖涅槃日普天同慶 典禮佛陀 請問師傅在涅槃日可以說普天同慶嗎 念說什麼 就是有同修大菩薩的涅槃日會說一些讚叹的話 他們會說公寅佛祖涅槃日普天同慶 就是他們想問可以在涅槃日說普天同慶這幾個字 可以的可以的 哦 好的 嗯 當然師傅 還有就是同修結緣了菩薩像 準備給佛友涉佛台用 他的太歲菩薩的黑的黑體字的那一邊的那個墨印 沾到了後面南京菩薩像的背後面 就是墨印已經有點模糊不清了 但是還是能看出輪廓是太歲菩薩這幾個字的 然後南京菩薩像正面也沒有影響 就是嗯 後面也看不出來 請問他現在這幅南京菩薩像還能再用嗎 就是南京菩薩像的後面沾到了太歲菩薩像那個字體的墨印 嗯 可以用不影響就可以 如果看了太太影響了就不能用了 嗯 他是在背背背面 背面是吧 嗯 做夢啊 嗯 現實中師傅 影響不啦 不懂啊 嗯 就是背面有這個字正面是南京菩薩像就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不大好的 嗯 最好還是會 那要念禮佛嗎師傅 這個倒無所謂 哦 好的 感恩師傅 還有就是同修夢見好多甲魚後背都長了像木頭一樣的尖很大很高 請問師傅是什麼意思啊 甲魚長了後背長的尖就是甲魚有靠 有靠靠山的話 那就是應該說明他現在許願放生啊 都有效果了呀 就是嚴壽呀 嗯 哦 嚴壽 好好好感恩師傅 還有就是同修在搬家的時候丟了一張A3尺寸的禮佛大忏悔文 之後他夢到了一達的禮佛大忏悔文 請問是他要針對丟了這個禮佛大忏悔的事情要念禮佛嗎 是啊 念一點吧 嗯 念多少遍啊師傅 一般的21遍了 嗯 應該沒什麼問題 他一個又看見了說明他已經又又得到了 這個是應該是個好事情 哦 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師傅 嗯 還有就是 嗯 就是同修夢見叔叔的孩子 拿著本子 在畫圈點小房子 但是他是打勾 打括號 做過人說這樣點的小房子是沒有用的 現實中就拿著自己點的小房子給他看 現實中這個孩子是沒有學佛念經的 嗯 明白 是什麼意思啊師傅 現實當中他沒有學佛念經是吧 對 但是夢里他是拿著本子 他不像我們是點點 這個孩子呢是在畫圈 他是打勾打括號 嗯 嗯 這個這個沒什麼大問題的 嗯 這個只是一種學習的方式 應該說 心心中有佛和心中沒佛 在在他的寫的出寫出來的東西上很有講究的 哦 嗯 有佛沒佛的話 嗯 好的 嗯 還有一個問題是同修的白話佛法書放在窗台上 他用紅布蓋著了 被三歲的孩子上去給尿上尿了 請問需要念禮佛嗎 這個要要要要 嗯 念個三遍就可以了 沒什麼大問題 哦 那書還能用嗎師傅 三歲的孩子啊 對對對 他不是有意的吧 應該不是 哦 擦擦乾淨了 哦 不過不過總不是太好 如果面積太大 還是不要用 好不好 對對對 嗯 好的感恩師傅 嗯 就是呃 師傅您就是開示過 學念十萬遍的經文 要在佛台前上香才能學 但如果同修他家他還沒能設佛台 那麼在小佛台前可以許嗎 可以的 嗯 都可以 因為小佛台一般菩薩不是直接過來的嗎 但是你講的菩薩照樣知道 哦 照樣知道 好的好的 感恩師傅慈悲開示 呃 還有就是有一個夢 師傅 呃 就是同修他夢到有師兄 帶他和媽媽去寺廟拜菩薩 建了一個大殿 裡面有一個 有一尊韋陀菩薩 呃 但是呢 這尊菩薩 它是像木偶一樣 然後會動的 同修就覺得這個菩薩不大對 像是有靈性 然後同修就在夢裡跟媽媽說 說媽媽我們恭請觀世音菩薩 跟觀世音菩薩講 我們是來拜菩薩的 呃 然後 然後 然後這個菩薩箱就倒了 然後同修就知道是靈性走了 那請問是不是這個夢是什麼意思 對不起再講一遍 呃 就是同修夢到有師兄 帶他和媽媽去寺廟拜菩薩 建了一個大殿 裡面有一尊韋陀菩薩 但是呢這個菩薩不大對 對 因為他像木偶會動 同修覺得這個菩薩 那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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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像是有靈性的 然後他就在夢裡跟媽媽說 我們恭請觀世音菩薩 跟觀世音菩薩說 我們是來拜菩薩的 然後菩薩像就倒了 同修知道靈性走了嗎 走掉了 對了 對了完全 那同修想問這個夢是什麼意思 這個夢就是告訴他 要叫他拜真佛 嗯 就是不要心裡有假佛 拜佛要真心 明白了嗎 嗯 而且要叫他注意 不要到一個同修家裡去拜 一個同修家裡可能 家裡有 不是不是菩薩的菩薩 嗯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師傅 還有一個夢 是同修夢見自己邊吃東西邊上廁所 被別人看到了 他就解釋說 因為在廚房做義工太忙了 沒時間吃 只能在廁所吃 現實中同修確實是在廚房做義工的 請師傅解夢 不露裡不露反啊 嗯 衛生間的東西吃 就本身就是髒啊 說明他給義工 在廚房裡做東西的時候不乾淨啊 哦 這個義工做東西不乾淨 哦 好的好的 好 師傅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了 同修自己業障自己揹 不要師傅揹 師傅再見 感恩您師傅 再見再見 再見 你好 哎呦師傅師傅你好你好 哎呦師傅 師傅 弟子給師傅請按 感恩三行 師傅 師傅稍微等 我掉了一下資料啊 幫同修問了 稍微等 稍微等 對不起對不起 是師傅 我就先問一下 嗯 同修做夢做到 嗯 夢到就是在 嗯 在佛堂 嗯 很多人在理佛 嗯 然後呢 看到佛台上面 菩薩像都沒有了 嗯 就是 很多呢 黃布就現在呢 就像雨露的 一個一個黑的 就說明他你 他家裡的佛台 不如理不如法 嗯 就是嗯 觀音堂呢 然後呢 不如理不如法 哦 然後就 問師兄說 他的菩薩就是像 被雨淋過了 然後菩薩像都測下去了 現在正在 呃 他在處理當中 在擦他說 就是這個夢就醒了 早上五點多鐘做的夢 已經跟你講了三遍了 哦好感恩 好感恩 這個人执著的不得了 非要講下去 好好 就是說你比方說 你用過髒的手 你不洗 或者你杯子沒弄乾淨 或者你水果 用自己很髒的手 或者你的香 不如理不如法 等等一切 或者你在拜佛的時候 你腦子裡在想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邪淫的事情 全部都為菩薩像不見的 做夢 聽不懂啊 好 哦 答案是錯 按說我還有一個 嗯 還有師兄讓我問 幫幫問一下 他 他 他 師父 這個同學的不是我自己的 如果問的不開心 師父你別生氣啊 他師兄就說 如果一個人 入了魔道 修行人 會有什麼表現 他讓我們有 我們要有如何的警惕 才會 不會誤入歧途 請師父 開始 這個有什麼不好啦 什麼表現啊 專研去整天去追求那些名利 很多人學不學到之後 喜歡人家轟著他 圍著他 嗯 你就是入魔了 自己喜歡講法 你有你有幾經濟的呀 你能講法嗎 嗯 你是高僧大德嗎 剛剛學了一點佛法的皮毛 馬上就覺得自己不得了 轟高我慢 對不對啊 對 啊 還有呢 事不關己 高高掛起 覺得自己是 啊 是一個聖人 是一個大神 所以我不跟你們這些人斤斤計較 明白了嗎 嗯 這就是出毛病的問題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自己功高我慢 最最厲害的就是 最厲害的就是 最厲害的就是 走偏差 神經叨叨 一會兒說菩薩來了 一會兒說神來了 一會兒說 什麼什麼來了 你看不出來 你看看他這個臉像不像菩薩就知道了 呵呵呵 對對對 說起來對 他他他老師他們說 嗯 他們也是在群裡頭分享 就是某某某分享的 他的好的夢境啊 或者他他自己修行的好的體肺啊 然後他然後他自己清淡無落 他然後他給別人同學講 別人同學就跟他說 哎呦你熱魔了 有什麼什麼他搞得自己嚇得要死 我想這次分享你就增加你的精進心啊 你會更好的 為什麼你這樣說熱魔呢 我這樣不廢的 你這樣我講我會收回慢 很簡單 很簡單 你你如果正常的分析 不帶著自己功高我慢的 你就是你真是在分享 你如果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的心態 那你就入魔 聽得懂不了 嗯 好了 對的是師父啊 請師父開下宋 我想問一下師父 天上是不是有那個蝴蝶骨啊 什麼寫的 蝴蝶 什麼叫蝴蝶啊 蝴蝶啊 蝴蝶 就天上飛來飛去那蝴蝶 不叫蝴蝶 蝴蝶好吧 我對不起 哈哈哈哈 字都念不出來的 蝴蝶 對蝴蝶骨 蝴蝶骨 蝴蝶骨是什麼骨啊 骨就是山骨的骨 啊 山骨的骨 骨 骨俠的骨 蝴蝶骨啊 對蝴蝶骨 哎喲蝴蝶骨是不是啦 嗯 師父我想我想分享一個夢境給你聽聽 等等啊 等等啊 想一想 蝴蝶骨 蝴蝶骨 蝴蝶骨應該在六道裡面 嗯 六道裡面 嗯 想吧 在天上的六道 嗯 嗯 我想分享一個就是 嗯 就是 就是過年之前做了一個夢 然後呢 一個夢就是一個 一個人像 帶我先生我們去檢查身體 帶我先生去檢查身體 然後像坐火的火車呢 來的太晚 然後他就開了一個車 叫我們坐他車 那部車呢 就很怪 就不像我們這樣的人間的車子 他那個車圓圓的 天上都是 他那天 天底上都是玻璃 然後我們進去把兩個就是 腿就穿到每一個 就像穿一個穿進去一樣 穿好了 他的車就往上天上 直接飛上去了 後來轉啊轉 他自己呢 下來了 他就暈的吐 然後我現在也吐 他們就下來了 讓我自己 我想哎呀我不會開了 他說後來就有個聲音告訴我 這部車不要你開 他會自動開 會上天入地 然後就像 就就像那種 宇宙 然後就回到天上去 回到很高 轉轉 然後就看到 人間就下面 有人在 查樣就倒背 很多老爸媽 老伯父 被倒到後面 查還有很多那個 父女戴著孩子玩笑 就是開玩就召喚 就是做 做菜叫人間一樣 然後就回到一個大海 就穿過大海 穿過雲間 然後又到了一個 一個叫蝴蝶谷 一個神就告訴他 這是蝴蝶谷 然後呢 就像那個 護法身一樣 就是穿得很盔甲 亮過讚 後來我這時候 這時候 我就下來了 下來了 我看到有蝴蝶在飛 我去碰 他說那是假的 不是蝴蝶 然後就是 就五彩 就是像七彩光 要很亮亮 就是牧牛醒了 不知道師父開始做啥 是啊 你是到蝴蝶谷了呀 我剛剛不是說 在天上有個蝴蝶谷呀 它是天界的呀 哦 這是什麼稀奇的啊 天界 它一般的蝴蝶谷 與世無爭的呀 嗯 對很美的 就是很亮的很美的 嗯 它蝴蝶飛的 但是假的 不要摸它 像假的一樣 實際上 就是 就是你的意境裡的一種 一種蝴蝶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很厲害的 蝴蝶谷 蝴蝶谷 本身就是天上一個仙境呀 哦 對對 就像電視放的仙境一樣 對啊 那那個車子就像 就像宇宙灰廠一樣 灰的好高好高 好快好快的 嗯 就這樣灰 對啊 聽得懂嗎 嗯 嗯 就是我不懂這種蝴蝶谷 說我一直一直蠻蝴蝶 天上有蝴蝶谷 蝴蝶谷 蝴蝶谷它也有公主 也有 也有宮殿的 嗯 就像仙 就像那個神仙 住的地方 對呀 就是神仙地方 哦 你去過神仙的地方了呀 好了 哦 哦 夢遊夢遊 你最好不要下來就是好了 哦 敢敢敢 都敢不得敢不得 你以後跟我打個招呼 我不想下來我跟你講一下 不下來不下來 不下來 不下來 你就上去了 哈哈 跟師父上 他做六道 不下來不下來 不要到六道來了 不上 不下來不下來 嗯 好了 還有什麼問題啊 還有好多好多 就一集都沒想到 打通師父電話了 就打進去 嗯 好嗎 嗯 好好的 好好的 多求菩薩 自己多求福報 是最要緊的 明白了嗎 嗯 嗯 好了好了再見了再見了 好感恩師父 師父保重身體啊 師父 我們愛你啊 師父 趕趕趕 喂你好 誒 師父好 誒 師父您稍等 我戴上耳機 誒 誒 師父您聽得到嗎 師父 聽得到你講吧 嗯 呃 現在白話佛法 不是做筆記 是不是一個妙法嗎 是 學白話佛法 對呀 做筆記的話 如何做比較 比較好呢 師父沒有什麼 只要寫下來 天上都會 都會 把你記下來 你這有功德的呀 做筆記有功德的呀 嗯 哦 做筆記有功德 你寫下來了 你把好的東西 你把好的東西 你可以吧 你把好的東西寫下來了 你說天上看得見不啦 看得見看得見 好啦 有功德不啦 啊 好 有功德 好 謝謝師父的思維開始 嗯 師父下一個問題 給王仁轉功德和給王仁燒小房子 他這個有區別嗎 當然有區別了 燒小房子是 幫助他化解一些東西 那個 轉功德是消業障啊 嗯 消業障 消業障當然厲害 哦 業障已經成為一個業快了呀 業障快了呀 嗯 哦 消業的同時 然後再燒小房子 就更好了 是這樣吧 師父 是啊 這倒是的 嗯 好 好 下一個問題師父 夢考的話有時間嗎 對佛子之間的夢考 夢考 有沒有時間是吧 嗯 像夢考 應該一般的來講 還是有時間的 嗯 他夢考也是也是在你 嗯 比較昏沉的兩點鐘啊 到早上的八點鐘啊 嗯 哦 哦 那每每月都有啊 還每周都有啊 還是有什麼要講究呢 師父 他有時間的 他天上規定的時間 哦 有的時候是地府 有的是地府的時間 他不一定的 好 是是由 就等於相當於學校里 有有校務主任 推出來的 他們地府有地府的官 推出來的時間 哦 那師父 那一般是由 觀世音菩薩的 寒達寺 是是這樣吧 不是不是 他是一種 他是一種自動裝置一樣的 你許了院之後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一個一個方程式 就在你生命當中 開始運作了呀 哦 哦 根據每個人的不同 是這樣吧 對呀 你的System啊 System就這個系統呀 你只要一許願 你說我不協贏了 他這個 考試的這個系統 就開始運作了呀 哦 明白了明白 嗯 好了 嗯 那師父 哎 對不起師父 搶壞的地方請見諒哈 嗯 師父 今世的福報如果 如果一個人很惜福 他沒有去浪費自己的福報 一生學佛修心念經 但 往生的那一刻 他這個福報 會轉化成什麼呢 他的福報 就會轉化為 他自己投胎的 這個能量了呀 你比方說 這個人本來還差一點點 要投胎了 那麼他這最後的一點福報 就會轉化成 他的一種 投胎的能量呀 就這樣 本來吧 那是 投胎能量不夠 如果一個人成菩薩 投胎能量不夠的話 你就投畜生了呀 投畜生 那師父 一個人他超脫六道的話 他呢 他有在往生一刻 他會超脫六道 他提累了很大的福報 這個福報 會轉化成什麼呢 師父這個問題 提累了一大很大的福報 是不是 嗯 嗯 提累了很多的福報 你的意思我還沒聽懂啊 嗯 就是這個人 超脫六道 往生的那一刻 他會超脫六道 但是呢 他這一生很欺負 激累了很多的福報 這個福報 全部用掉了 全部用掉了 還轉化呢 你要能夠 哦 助他超脫六道 你助他超脫六道了呀 開什麼玩笑 你還要留啊 還會留得下來的 沒有東西了 全用完了 哦 明白了 謝謝師父的私必開設 有一個師兄夢到 有個伯友夢到 師父對他說 呃 你呃 他就是說 師父對他說 現在拜師要從精英班裡挑選 出來一些 什麼意思師父 現在以後的拜師的要求越來越高了 就是要學得好修得好的人了 不是一般人都能了 嗯 過去是普度 不是適合人 過去是普度 只要你有這個心 呃 符合一個基本條件就可以了 以後將來拜師越來越難了 嗯 因為 因為太多的弟子不珍惜了 太容易拿到了 不好熟 明白了嗎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師父 有很多人他發郵件 往秘書處發郵件 申請拜師 那他發過去的那一刻 是不是就有護法神在管理呢 是這樣嗎 師父 對 來第一審核呢 對呀 你只要有這個心 護法神他就來幫助你或者來管理了呀 嗯 哦 哦 護法神覺得這個人應該提他會給审核的人一些意念 是這樣嗎 是的 是的 是真的 哦哦哦原來是這樣 師父 哦 哦 對明白了明白了 師父是不是你有點累了師父 沒有 你快點講吧 嗯 哎好好好 那下一個問題 嗯 哎 那師父 您說一下有的人不是夢裡夢到師父您嗎 但是有的善靈也會冒出師父的語氣形象 如何真正辨別師師父的法神呢 很難的 一般人很難辨別的呀 你比方說你 鬥戰聖佛他要有火眼睛睛 他才能看得出腰和膜呀 對不對啊 嗯 你沒有火眼睛睛你怎麼看得出來了 如果大家都能夠看得出來的話 那個騙子就不能行騙了呀 你怎麼騙子老能夠騙一些人呢 因為他冒充得像善人一樣為你好 所以你就上當受騙了呀 聽不懂啊 聽得懂 那在我們佛有在夢到師父的時候 如何去辨別呢這個問題 主要是看你對師父的了解 你對師父的了解越深你越能辨別呀 你要看得出他的像不像師父的習慣呀 講話的語氣啦 講出來的話的語氣啦 或者這種這種樣子啦 你們了解師父多的人 你當然能夠辨別出這個人跟師父不一樣啦 聽得懂了嗎 聽得懂了聽得懂了 要認真體悟 在於了解呀 熟悉師父呀 明白了嗎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師父 最後做一個分享 師父 您分享的 無像布施講的特別好 短短幾句 我念 師父是這樣開始 是智慧的法師就是離像布施 如果你布施不離像 你就落入了布施的執著之像當中 執著了布施像 你就失去了 心裡想著我在布施 心裡就有了取捨心 取捨心要失掉 要不取不捨不施了 眾生取向是毛病 法師不執著講經說法之功德 不執著於我在做功德 你就功德無量 三輪起空 我今天布施 沒有我再布施 沒有誰再得到你的施捨 你也看不到施的是什麼 你只要把布施 只要把布施 只要把功德布施出去就可以了 這就是一項法脈 沒有施捨 這才是一項法脈 師父 對呀 就是這樣啊 你做一件事情 你不可能整天要想得到他的回報的呀 你越想得到他的回報 你越得不到呀 你這個 連你做的功德的那個能量 他都會減弱的呀 明白了嗎 你 你越無想不施 你得到的越多 是這樣 你幫助別人 沒有條件的 和你有條件的去幫助別人 一樣不了 明白明白 說到底是不是還是人的心 對呀 講到底嘛就是 明白了嗎 明白了 師父 結束了吧 好 差不多了吧 好吧 那再問一個 好 你再問一個吧 師父 來信解答中 開始 是金鋼金 金鋼金是金中之王 濃縮版是金金的濃縮版本 是六字大明咒 請師父開始一下 這三種金咒的一同 你講講 一樣的呀 精華呀 精華呀 對不對呀 精華嘛就是 就是一句話 一句話 你可以分開講 也可以把它濃縮講呀 明白了嗎 六字大明咒 六字大明咒 它已經每一個字裡邊都有不知道多少意思了 明白了嗎 哦哦哦 一個字裡邊你分開拆開講的話 它不得了的東西的 它歐馬尼貝密宏裡邊有多少字啊 那是觀世音菩薩的心咒啊 聽不懂啊 哦對對對對對 啊 觀世音菩薩的心咒 觀世音菩薩的心咒啊 啊 很厲害的 你這個是 完全已經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這個這個 它是至高無上的 奧妙無窮的 它這裡邊有大智慧 大慈悲的呀 你明白了嗎 啊 六字正言 六字正言 它裡邊 歐馬尼貝密宏 就就是 安 安 這個 安阿 安阿哼的三個字的拓展啊 啊 安 阿哼 安阿哼三個字 安阿哼就是 宇宙的大能量呀 就是大智慧 大能力 大慈悲 這三個字呀 啊 明白了嗎 所以你 所以你把這個 這個 這個 歐馬尼貝密宏 你把它 這這六個字 能夠 讀出來 經常在嘴巴裡念的話 你就等於 有信願形啊 你就等於 對每個字的能量體 都能夠一個深刻的理解啊 你就能夠明白真正的佛法的真諦 和它的深奥的含義 所以你念 歐馬尼貝密宏 你如果理解它去念 那的能量體 那是無限的 如果你不知道去念 那你只能保護好自己的内心 不被人家傷害啊 成啊 法生 暴生 化生的三生 叫三金剛啊 明白了嗎 啊 我明白了 升金剛 雨金剛 易金剛 就是保護你自己的呀 明白了嗎 啊 明白 那師父 如果人家叫金剛 金剛 和六十大鷹肉 有很強的能量 但是金剛是那種還債的那種 它有那種還債的功能 嗯 你再講講 這很簡單啦 對不對啊 歐馬尼 歐是白色的 麻是綠色的 泥味黃色的 八是藍色的 咪是紅色的 紅是黑色的 你 你想想看這六種顏色 那還不懂啊 母你保足啊 許之不盡啊 用之不懈啊 隨心所願 無不滿足的財富啊 那是佛的真諦啊 那對不對啊 哎呦 那麼那麼那麼心經為什麼呢 心經它本身就是去除 去除你心中的執著 斷出你的墮落 去除你的啊 這個嫉妒心 讓你產生出忍辱波羅蜜的心 你想想看 你用這種心去還還人家 因為在地府也好 在天上也好 你化解實際上就是還債啊 你用這種慈悲心去歸還別人 給人家帶來的啊 那種精進的波羅蜜 啊 讓別人 你念了心經之後 人家去除了 憧慧心 憧慧 這個掛愛之心 對不對啊 吝嗇之心 你不是等於在救人嗎 你不是等於 讓人家得到的 魔女寶珠嗎 你這不就是 還債嗎 明白了嗎 哦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師父你講的六字大明咒 那幾種顏色 那心經念心經的是什麼樣的顏色呢 你你你你講一講 什麼樣的能量呢 一樣啊 心經也會有這種顏色的呀 心經啊 心經一般的黃色啦 嗯 白色啦 綠色啦 都有啊 因為你在心經裡面 你忍辱波羅蜜 那就是綠色的呀 那白色就是叫禪定呀 禪定的顏色呀 那黃色呢就是你 去除貪欲心啊 啊擁有 這個這個我們佛陀啊 觀世音菩薩的身口意呀 啊 這種功德之心呀 明白了嗎 哦明白了 那你還想聽聽藍色是什麼 藍色就是無量光如來的法色呀 聽不懂啊 那就是 那就是那就是法界體性之光呀 嗯 那麼這種光 那麼紅色的光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說能去除 啊 這個 這個這個 紅色之妙 觀察之光 就是紅色的呀 明白了嗎 啊 啊 那麼你要問了 黑色是什麼啦 那 黑色啊 精進波羅蜜亞稱 去除黑色能夠滅除一切罪惡的法色呀 滅除罪惡呀 聽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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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佛陀和觀世音菩薩的悲心呀 會去除你的稱掛心的呀 掛愛的心呀 稱心和掛愛心 你去看一個人 一個人要做壞事了 他有時候這個顏色他就變了 他血都變成黑色了 聽得懂嗎 哦 聽得懂懂了懂了 那是 那師傅 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和念那個 南無觀世音菩薩和南無大師大悲救苦救難 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這兩個區別一樣嗎 還是直接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呢 你要看的呀 其實你只要稱呼南無觀世音菩薩就可以了呀 那比較快呀 啊 如果你 你這個這個有什麼區別了 這個沒什麼區別 就是一個 一個就是念的比較 比較多一點就是把菩薩的全稱放進去呀 明白了嗎 當然你全稱放進去就比較尊敬一點 明白 效果 效果當然不一樣了 你比方說 你比較 比方說在人間吧 我們舉個人間了 對不對啊 你比方說 你說 你說這個人是 這個人是 尊敬的 校長 你說他是尊敬的 啊 最最尊敬的校長 最最尊敬的 我們 能夠 擁有智慧的校長 最最尊敬的 什麼什麼 這是他的前面的 對我們對菩薩的一種尊敬呀 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廣大靈感 廣大靈感 觀世音菩薩是有求必應呀 大慈大悲是觀世音菩薩的本願啊 對不對呀 啊 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觀世音菩薩的心咒啊 都在裡面了呀 這幾句 南無觀世音菩薩 你至少最簡單的 你南無要念的呀 南無觀世音菩薩呀 對不對呀 嗯 明白了嗎 嗯 那師父 念哪個好呢 你覺得呢 比方說我們放下來講吧 放得小小一點 你看見師父的話 你叫尊敬的盧太長你好 你還是說盧太長 嗯 我叫尊敬的大慈大悲的盧太長你好 那那那你說 你都知道了沒就好了 還問我幹嘛了 你叫觀世音菩薩嗎 也是啊 嗯 大慈大悲救苦救難 廣大靈感 觀世音菩薩 啊 而且你全程要摸河沙 就是我皈依你 就是這樣啊 哦 那明白了 那當然 那當然你到要叫救命的時候 你碰到警機的時候 你前面都不帶來 就是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救命啊 就直接叫了呀 哈哈哈哈 哈哈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你有時間 你當然應該尊敬了 你沒時間 直接叫救命 哈哈哈 好了嗎 是是是 好了好了 嗯 下次有時間再跟你談吧 好 下次有時間再跟你聊 好好好 好好好 再見再見 好好好 菩薩保佑我的師父啊 師父再見 再見再見 好 聽眾朋友們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們節目就到這 結束了 非常感谢聽眾朋友們收聽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